前手翻 前720 团身接工翻两周 这个连击很难 有点可惜 踩了甲气 直地炫 900 360 前团的360 阿勒伯 躯体前空翻 托马斯起倒立 再接托马斯打滚 360 度 再起倒立 接霹雳滚 这个编排子对人眼花缭乱 宽臂手倒立 阿勒伯 团两周结束 落地真的是纹丝不动 冰在了这个垫子上 所以呢 这个德国队这次看来啊 实力确实是非常强 已经有超过这个比到目前为止 德国队的这个发挥真的确实是出乎大家的这个意料之外 因为大家可能更多关注的是这个美国队和英国队的争夺第三名 所以德国队最后一项要加把劲 前面都比得很好 滕海斌刚才的双杠成绩已经打出来 他的难度分是6.4 完成分9.233 15.633的成绩 这个分数还是比较理想的 在他之后要出场的是冯哲 冯哲的这套双杠是中国队要出场三位选手当中难度最大的一套 我们来看一下 挂臂的后台两只挂 后上360 前公方挂臂 这个高度非常高 团伸后攻函两只挂 这是用支撑的位置开始的 大昏环团伸后攻函两只挂 具体后攻函两只挂 稳稳地站住 今天冯哲也是完成的还是比较理想 他这一套动作是难度是在所有参赛运动员里最高的 对冯哲而且这次呢在这个赛之后 他这个双杠的单向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了决赛 而且他的难度分6.8是全场最高的难度分 现在中国队的三套双杠比完以后呢 要给后面日本队很大的心理压力了 因为本身日本队在双杠这个项目上 质量要比中国队呢 从资格赛来看要弱不少 难度实际上三个人 就日本队要上的三个人的难度 平均下来跟中国队差不多持平 但是质量可能就有一点折扣 再加上前四轮 日本队已经落后中国队0.685分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看日本队的表现了 看一下美国队的雷瓦的单杠 之前霍顿已经比完了他的单杠 中川360 接马凯洛夫 直点后路翻两周越杠抓杠 这个动作是比较幅度非常大 这是一个 他是一个特卡 冰腿特卡接触转了360度 这是一个冰腿特卡 又回放出来看一下刚才那个动作 下来再度这个动作是什么 那么现在比较高速的 警察这边是第一个